各位觀眾早安 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的正播環節 有問必答 開始解答你們的問題 有事想問就給我們電話 電話耳線204-6566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師母演講郭Sir 郭Sir早安 早安 先解答郭Sir的email 我們看看這位嘉賓觀眾 想問兩隻股份 第一隻是811 新玩文軒 股價方面現在要下跌 最新報解4.3 他說有貨在4.24就買了 但他抹價不是太低 怎樣部署好呢 內地市場需求很大 包括一些影音零售 教育 還有一些圖書的銷售等等 其實業務是比較另類的 估值也不算高 6倍多的市盈率 息率有5厘以往值來說 形態都是屬於逐步逐步向上行的感覺 短期來說 市本身是技術上有少少反覆 但他現在走勢 一路都優於大市 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你再進步向上挑戰 應該是4.5的水平 如果有貨在手 就繼續拿著 暫時來說 我不知道甚麼價格回來 如果是便宜價回來的話 放得指賬位在4.25 理論上就可以一路向上行的 你不需要理會 但如果你說是略為高追了少少的話 這一分鐘我都不建議你做任何事 滑眼症的走勢也都強於大市 而且那個估值也都不算高 市況如果明朗的話 他突破4.5 或者進步向上推升的機會是相當高的 可以的話 暫時來說 磁形保態 觀望視 好 另外一條 這位嘉營的觀眾 就是想問編號405 月收房托的 他說都有貨了 4.05就入了 暫時就畫面上有少少的虧損 暫時怎樣部署好呢 跌一先去到3個8號億 首先就看他的業務 以收租為主 去年就注入了廣州天河居 有一個IFC的整棟商業大廈 優化了租金的收入 Risk最大的賣點就是 收了租金之後 扣除了少少行政費用 而絕大部分收到的租金 都是分派給基金的持有人 當然不知 如果你說 4元正在購買 好像相對現在來說 高一點那麼多 但不要忘記 它是4.9跌下來的 已經跌了20多個百分 估值不算貴 6倍多的市盈率 接近有9厘的估值 這個當然是旺跌 但我自己這樣看法 可能資金暫時來說 都會趨向於 一個比較進取型的投資 包括內地的經濟 如果要穩步增長 一定要擴闊內需 以及維持基礎建置 那方面的投資 即是說一些房產業 其實來說的前景 是會比較看好的 相反來說 租金收入很穩定 但來到現在這一刻 再發展 起碼短期之內 再發展的空間 可能真的不會太大 可能這樣 有部份的資金 就開始流回到一些 內房股的身上 如果你是4元買的話 你買405 都是當一個中線的投資 股價升一毫 或者跌兩毫 根本上依然不更大 技術上來說 現在處於一個 逐步向下市低位的形態 比較尷尬的地方 就是3.8.1 是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形態上仍然繼續沉低位 這一點你要留意 但基本因素是好的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擔心 只是說有資金的話 好不要再投放下去 我覺得暫時來說 應該考慮例如 世貿 或者上實 甚至563 上海實業城市開發 這些內房的發展股 六八八中國海外 一一零九華洋 自地龍湖960 這些都可以考慮 即是說 未來地產發展股 在周期性的收益 可能會比較量例 相反來說 以租金收入 例如一眾的Risk 暫時來說 會輕輕跑數 這一點你要留意 好 多謝先看看 關心你的電郵 我們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是李小姐 是 是 支持好 我請問535 是怎樣的 這個位置 我買了9號2 現在這個位置 我看到它熬了很久 怎樣呢 怎樣看呢 535 好 現在來講 就做在9號1指 暫時沒有聲調 時速都在整顧 比較尷尬 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的低位 是8號9指 現在處於一個 逐步下市低位的形態 不跌穿問題不是那麼大 如果跌穿了 可能另一個防守性據點 將會退守到 8號半 甚至乎8號指 在鎖水平 問題是你鎖得多還是少 如果鎖得少 就不要緊 遲形保態算數 反正來說 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大市都比較淡靜 但如果鎖得多的話 就謹記8號9的技術上的支持 一旦失手 你捱不捱得到 就看自己 如果捱得到 幾個仙的反覆 你不在意的 不介意的 沒問題 就有得先鎖住 氣候就未到的 你看成交鎖壓已經知道了 暫時來說 是處於一個 逐步下市低位的形態 嚴守8號9 這個技術上的指示位 如果純粹短炒的話 如果中線持有 鎖得不是太多的話 你就不必理會 嗯 好 好 李小姐 是否還有其他股份想問 是的 1270 麻煩你 好 你是甚麼價位買入的 3.8.5元 明白 這隻是1270 朗廷的利益 3.8元 半入了 現在輕微有五仙的利潤在手 不過如果比招股價 還是在潛水 是呀 5元的招股價 現在只剩3.9元的錢 道理很簡單 因為未來地產的整個鏈業 我們還是看得比較好 你要維持經濟增長 一定要擴闊內需 而且內需當中 房產業 基礎建設 以及汽車工業 都是主要的一個帶動者 相反來說 一眾的危險 其實在這個階段 是會略為跑輸 在一個環境不太好 情況不太穩定的時間 內房一般的走勢比較偏弱 在那一刻 危險就會成為資金避難所 因為他們的收租比較穩定 而且抗跌力相對比較強 但當氣候好轉 或者經濟勢頭 開始步入一個週期性的增長之中 他們的走勢就會慢 最低限度業務方面 會略為跑輸 現在這一分鐘 是屬於一個 反彈之後的技術上的 一個整固等變的格局 但形態仍然是略為反覆帶遠 唯一要說的就是 由9月份開始 已經出現一個技術上的後抽 最高見過4.05元 即短期來說 很大機會 仍然持續在3.7到4.05元 這10%之內 抽上抽下 下一點點 不要緊 沒有問題 但升一點點 你也不要開心 因為技術上來說 你看成交金額 已經是說了給你聽 是沒有什麼動力的了 買來作一個中線的部署來收息 問題不是那麼大 但你作為資金只有一註 來買去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買其他內房股 比較好一點 你看回頭 由開市到現在為止 即掛塊到現在為止 一直都沒有運行 所以新股上市 如果大家想著 抽一點點來做一個短炒的話 輸贏也要計算 如果要做一個比較中線的吸納 中線的投資 有兩項要考慮 第一是上市時 它估值到底是否合理 第二是說 行業在周期性的經濟性和衰當中 去扮演的角色是怎樣 如果經濟持續向好 內房的發展商 仍然還是看高一線的話 相反來說 一還有risis 肯定就會跑雪大股 這一點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拿貨少的 無相安 就先等等 如果拿貨多的話 有心理準備一下 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大的看頭 短期仍然在三個秋半 換到四元零五線之間 上上落落 不建議你再加 OK 好 希望都可以幫到你了 李小姐 下一位嘉玲觀眾先聽說 鄧小姐是嗎 是 早安 你好 你好 郭時爺 你好 怎樣 郭時爺 你好 郭時爺 你好 我是昨天買的 四個一毫毫毫買了 但是上網有多少 好 隔離汽車了 四個一毫毫了 OK 其實 這麼多隻 汽車股當中 吉利是唯一一隻 每一次我在分行說了 我都極力推介 不過我推介的時候 是兩多三個多銀錢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 吉利的股價 不止現在這個目標 當時推介 初步的目標是四元左右 作用水平 其實已經是達標的 賣點其實都挺多 第一就是說 例如出口去俄羅斯來說 吉利的汽車出口量是最多的 還有股值也不高 直到現在這分鐘 只有十二倍的市場率 派息比較少少 這個沒辦法 因為預留多些資金 集團是作一個發展 還有一件事 剛才我提到 內需市場是很重要 醫、食、住、行、家電、醫療 都是內需 當中來說 房產業和汽車工業 其實是最重要的 汽車行得好的話 可以拉動下游四十幾個行業 例如車窗、車架、車胎、零部件等等 我不算太多了 吉利如果作為一個中線部署 買貴一點當然是可惜 早前三個幾天 有很多機會沒有買到 但技術上來說 如果中一個短炒的話 暫時的阻力是四個二毫二 如果能夠突破四個二毫二的話 目標可以放上去 大概四個半到四個六 一年來的高度是四個七毫半 它的走勢都是強於大市 股市一直整顧不前 但你看著它的股價一直咬著高台 四個二毫二一個高位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現在第六個 如果能夠過得到的話 量度上去 真是可以看上四個六到四個七毫半 試近一年來的高位 形態是偏好的 不過買得這麼高 如果你純粹短炒 我都給你一個技術上的指示位置做參考 萬一不對板 跌穿三個九毫半 那就考慮指示了 不過老實說 如果你是中線部署的話 跌穿三個九毫半之後 我反為建議 撐低一點再加住 最好就是中線持有 不過純粹短炒 有時候你賺得三毛指 你都預預了兩三毛指的風險 短期來說突破四個遙二 一於看上四個半到四個六 暫時以三個九毫半做指示 如果你是短炒的話 好嗎 明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聽郭Sir說說 大市方面的情況 現在橫子來說 表現向好 升229點 報23214點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